哈囉各位小朋友大家好我是白白超人 那我剛剛呢實際使用了騎士團倉庫的分配系統 那結算這邊呢是我已經有發的部分 用指定發放的喔 那發完之後呢 它會出現在信箱這邊直接領取就可以了 那現在要講的是這個比較特別啦 我有留一個東西來做拍賣 就是這一個被祝福的防具強化卷軸 那我是用一般拍賣的 拍賣完之後呢它會有一個小時的一個競標時間 來讓騎士團內的每一個人來拍 我是用一般拍賣所以每一個人都可以來競標 那如果說呢你選擇指定拍賣或是參與者拍賣的話呢 那應該啦 就是特定的人或者是有參與打網的人才可以來標 那這個結算完之後呢它會怎麼做分配喔 這邊也有寫 像我這個是一般拍賣嘛 所以點這個放大鏡這邊就有寫說啊 當結算完之後呢它會扣除一個5%的手續費 然後平均分配給結算對象的每個人 所以每個人呢可以獲得兩賺齁 如果說最後以54賺成交的話 那麼騎士團內的每一個人 就是二級騎士以上的每一個人都可以獲得兩賺 大概是這樣子齁非常的酷啊 我本來以為是會進到倉庫裡面 然後再去做鑽石分配 不是 它是做平均分配的齁 所以這一點各位朋友記得要注意一下 好 以上超級簡單的分享 謝謝各位朋友觀看 掰掰 掰掰